县府卫生局为体恤劳工辛苦 结合南投医院与南钢工业区服务中心 南投县工业会 南钢工业区厂商协金会等工商团体 联合办理送健康到企业活动 日前在南钢会堂 提供公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并搭配四项癌症筛减 心情温度计筛减 为符合公费接种条件的劳工进行施打 我们也希望这么多的好朋友们在企业工作 也希望很多的企业组 如果专家都告诉我们 今年会是流感流行的蔓延的大的一年 所以还是要呼吁所有的乡亲 符合公费接种的对象 就要赶快出来接种 如果不是公费接种的对象 如果你自费经济许可 你也应该可以到相关的诊署 自费去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也保护你的企业 那这个地方我们呼吁所有的乡亲 除了流感疫苗的接种之外 新冠疫苗的接种 现在BA4BA5的18号以后 应该就可以开始接种 最新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 南投县工业会理事长施明芳 非常感谢县府及卫生局 特地到服务中心做疫苗施打服务 照顾工业区的企业劳工们 增强身体的保护力 我们现在这几年来疫情的关系 县议员张家哲肯定卫生局亲自到工业区为劳工施打疫苗的活动 也呼吁各公司企业或各社区如果超过30人以上 可通知卫生局或当地卫生所 卫生局将派员亲自到现场施打 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的卫生局 举办送健康到企业的活动 对到我们到企业里面 实际帮他们直接施打流感疫苗 这个对于所有的劳工朋友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的卫生局也提出 只要满30个以上 我们卫生局的团队 就会到你们公司里面去为你们施打流感疫苗 我想这个多一分的这个防护 就可以多一分健康 我们也希望所有市民朋友都可以照顾自己的健康 记得在可行的范围内去施打流感疫苗 照顾自己也保护自己 秋冬季节是流感的好发期 县府卫生局办理送健康到企业活动 第一个施打的地点就在南钢工业区 县议员张家哲呼吁所有符合公费疫苗接种的乡亲 尽快接种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